本期舒适接着分享英剧 我们的世界末日 第九集 上集我们说到 美国总统对外宣布就是计划成功 地球危机解除 但事实上 他欺骗了全世界 彗星将在两天后到达地球 所以发布会议结束 总统便抛下第一夫人 带着他清点的小姐姐赶往创始山的后宫 哦不对 是地球 此时 总统的心情异常激动 另一边 对于求德的死 教会和小胡子都坚称 他是因为感到羞愧和不称职 才选择自杀的 袭奈不信 可他也没办法跟教会势力抗衡 就决定带着求德的遗体来英国找大米 大米得知父亲的死讯后 他还是比较冷静的 并给他安排了后事 就在求德的葬礼前 大米觉得弗兰基还小 不想让他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 就安排莱拉带着弗兰基去隔壁小镇玩两天 等到葬礼结束 他再赶过去 然后一家三口重新补过蜜月 接着 来到了求德的葬礼 老太也得知大儿子的死讯 就悄悄赶来送了他最后一程 可当他准备离开时 他撞到了大米 才知道 原来小米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而且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另一边 朗达的情况依然很糟糕 他的审判还是由军事法庭负责 审判长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直接给判了死刑 并把他关进死囚室里等死 同时 大美也被抓了进来 原来 大美老公知道他放走朗达后 就不顾亲情 把他送去警局换赏金 小米这边也相信了末日危机已经解除 所以 他重新找到老太 威胁他从今以后 每月都得按时给他打一笔封口费 不然就会把老太的行踪发给警察 老太没办法 只好同意 而大黑经过一天一夜的赶路 终于安全把总统送到了创世山 可以想不到的是 在地堡里 大黑枪杀了总统 因为总统的存在将会改变这个地堡的性质 他们不允许把人类的未来寄托在这种人身上 至于那十五名真正的幸运儿 他们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都自愿留了下来 为末日后的地球开启一个新纪元 接着 大黑和优秀在离开地堡后 也选择把末日即将降临的消息传递出去 让所有人可以在末日到来之前 跟自己的至亲至爱做最后的道别 好吧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大家又都乱了起来 老太得继续找血库 这回 他直接找到大米 并把祖孙两人的关系向他摊牌 老太邀请大米 带着全家来他私人地堡避难 这感情不要太好 大米一口就答应了 但他得先去接回莱拉姆女 可就在半路 丧心病狂的小米 居然开车撞向了大米 等到大米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银行的保险库里 这回 小米想用自己替代了大米的身份 这样 他既能轻松地得到莱拉 也可以进入地堡避难 两全其美 他也不愿让大米轻松地死去 就把他扔进保险库中慢慢折磨 紧接着 小米开始尝试进入大米这个角色 碰巧 卷毛和宝拉找了过来 原来 卷毛在末日到来前就列了张医院清单 可直到现在 清单完成度依然为零 劳拉知道后 就想帮他实现其中一个心愿 他知道卷毛还保存有自己的处男生 就决定跟他结为夫妻 来一回老草扑嫩牛 而大黑和优秀在宣布完末日消息后 就迫不及待地回家 两人想在谨慎不多的时间里 趴到天荒地牢 直至日月无光 但编剧不给机会 二妞找到优秀 并把老太还活着的事告诉他 老太想带优秀姐弟俩进入地堡避难 优秀是拒绝的 他不想任妈 更不想苟且偷生 但小屎却提出抗议 他想活 也想朗达活 所以为了成全朗达一家 优秀和大黑来到监狱 暴力劫走了朗达和大美 但在这个过程中 优秀也不幸中枪受伤 另一边 小米瞒过劳拉和卷毛的眼睛后 就去找莱拉母女 莱拉也没发觉 大米已经被小米离毛换太子 好啦 彗星还有一期就会到达地球 你们准备好了吗